热身赛还没有办法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话 让他不排除做一些人举上的调整 这个球铺的漂亮 在东京巨蛋球场就跳起了恰恰 这个铺出去的旧球精彩的截杀了龚腾 很明显我们看到巨援队 他首局的时候他必须先抢到分数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八华处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上 讲到中华队这次的一类手 彭正敏应该就是中华队再次 在野手里面的老大哥 他也是整个中华队精神的指标